200万移民如果要来了 那房子还够住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那我们知道自从疫情以来的话 新西兰和澳洲这两个国家 为了防止疫情所实施的封锁边境的政策 一直从去年的三月持续到了现在 那虽然现在有根据澳洲来说的话 会在11月开放边境 新西兰的话有可能会在圣诞节之前 对于部分国家开放边境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两个国家最近两年的新增人口数目 都因为封锁边境而大幅减少 那么对于一个移民国家来说 它的经济增长除了本地的消费以外 更大的一块则是来自于 不断新增加的移民人数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到了一个国家之后 吃喝住行一年都会消耗掉 至少是几万澳元的开支 所以说每增加一个新移民的话 实际上也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如果把之前按照平均数来说 每年20万至30万左右的移民 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 都怎么没变 也就是说澳洲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 减了大约是至少有40万至50万的移民数 那这四五十万人 如果每年就算以 两万或者三万的最低生活开支来计算的话 那么实际上每年在消费上的损失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我们看到新西兰在上个月突然宣布 将会对于15万短期签证的人进行大赦 或者说大幅降低他们的长期签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绿卡要求 换句话说新西兰将会在短时间之内增加15万移民 那么既然新西兰这么做了 现在大家都纷纷的猜测澳大利亚 是不是也会在未来打开这个窗口 新增大量移民呢 那么从上星期开始呢 其实新南威尔什州给出的联邦政府的建议 其实呢不仅仅是15万这个数 他们把这个数呢是提高到了200万 准确的说他们是说到 以目前澳洲的经济情况来说 我们急需要大约200万的新增移民 这样呢才能最快速的恢复经济 同时增加消费 那我们暂且不说200万人能够带来多少的经济利益 那如果呢我们是从简单的吃穿住行来看 就住房一块 如果真的是一年或者两年时间增加200万人口 那毫无疑问 即使是平均到每一个城市 以平均数来说 那么像悉尼和墨尔本都会承担大约40到50万人的缺口 这么多人一下子涌进来 毫无疑问 我觉得房子是不太够用的 即便是现在我们知道留学生战士还没有完全回来之前 有很多公寓是空缺的 但这空缺数也没有四五十万这么多 所以说如果真的 这个到时候澳洲是开放了移民政策 是大幅增加新增移民数的话 那毫无疑问 它对于地产行业来说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而且这个利好将会持续至少两至三年 为啥这么说呢 咱们都知道以澳洲的效率来说 你造个房子 最少也得一年半载 通常来说 如果你要造大型公寓的话 就是三五年的时间 所以要满足这两百万人 在短时间之内应该是没戏的 即使我们把时间线延长到三年时间的话 每年新增60万移民 每个城市自己负担10到15万 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这个政策如果真的实施了 首先我个人是觉得 即使没有200万人 从目前的澳洲的经济急需恢复的情况来看 它至少是需要50至100万的缺口 我们就暂且是以这个50来算吧 即使是50万 那么对于澳大利亚的地产行业来说 依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利好 关键会利好哪些方面呢 地产它从产业链的上游材料供应商 到中间的运输 到中间的盖房子 再往下看的话呢 是包括像这个开发商 地产商 银行 以及贷款公司 这整一条产业链里面 都会因此而受益 所以首先要确定一点 是房价在未来几年 毫无疑问将会持续上涨 第二点 我个人认为 对于像很多的产业链的上游企业 特别是材料供应商 和土地供应商 它们依然会大大的收益 那么在具体行业里面呢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是 商业地产 工业地产 民用地产 这三块 三块领域 各自有各自的上市公司 我在这儿呢 就不一一列举 除了这三个地产以外 另外我们可以关注的 那就是银行板块 我们都知道呢 在你付清你的 这个房贷之前 实际上你的房子的所有权 是在银行手里 换句话说 只要土地和房产在增值 那换句话说 这些增值的部分 也会反映在 银行的总体估值上 换句话说 它带出去了一万个房贷 这一万个房贷的话 随着到这个贷款下面 地产价格的上涨 它本身的价值也在上升 所以总的来说 未来几年的话呢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它人口的缺口非常大 那不论新移民是50万 100万还是200万 那么它都会有利于 各个方面 零售 地产 或者说其他的消费板块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